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这是你们的开心姐朱莉娅 今天最值得我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出门证 我终于可以出小区了 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总好过没有吧 而且除了这张以外 我还拿到了这个 超市卡 只有15分钟的抢购时间 还要和我小区里面的邻居一起抢 真的有超市大赢家的感觉 现在这两张卡比打游戏时候的 那个续命卡还要宝贵 既然今天可以出小区 那一定要给你们拍视频啦 好 那话不多说了 现在我就带你们去看看 外面的上海是个什么样子 Let's go 自由的味道 我还特地露了个妆 而且为了顺利出门 我今天早上一早起来 就先捅鼻子测抗原 然后呢下楼捅喉咙做核酸 现在出此小区真的是很不容易 想想我已经整整52天没有出过我们小区走在马路上了 其实呢我家里面现在的物资啊 没有什么特别缺的 今天去超市呢我最想买的就是雪糕 因为现在上海呢其实已经夏天的天气了 我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冰激凌 你们解封之后最想出去吃什么 快点来给我留个言 大家看一下我们外面小区门口已经特别热闹了 我现在真的早在路上 我感觉我自己被关了这么久以后 我退步最大的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 我怎么感觉 我这感觉我感觉我自己 天呐我觉得 我感觉我 想想我以前可是射牛啊 那边还有人在台队剪头发超可爱 以前Vacon Spice这里全部都是坐满的人 马路上现在就是到处可以看到剪头发的人 感觉真的是回到了我小时候 爷爷奶奶一直带我去马路上剪头发的时候 诶不过这里有好多人好像是在喂猫猫哟 哦 这个小猫猫好得意哦 喵喵 哇哇哇什么的都刚好 快去吃快去吃宝贝们 快去吃 你看有这么多好新人给你们喂好吃的哟 想当年我在上海拍Vlog的时候 还拍过很多我们上海很漂亮的景色 哎呀真的没有想到 拍完那些视频以后的几个月 我就绷在家里了 现在呢我们只能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区域里面走 还不能到旁边的区域里面去走 天哪天哪 刚刚还走错路了 还好有好新人给我指点 真的是很久没有出来了 自己自带的导航功能也退步了 马上就要到超市了 而且为了这次能顺利在超市抢菜 我们可爱的邻居还做了一个最快到达超市的攻略给我们 天哪 超菜 叮咚买菜 哎 从封闭以来我就从来没有在叮咚买菜上面抢到过菜 你证明这边没你的菜 啊 没你的菜 没有 不是我从来没有抢到 下次你抢到我给你送 谢谢 谢谢小哥哥 太可爱了 人间温暖 嗨我们谈谈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 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我 像他的妈妈一样 不过我估计他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据我所知在那个寄阳酒店里面 他好像已经三个女朋友都谈好了 又有人在剪头发 真的是太可爱了 好像超市就在那里 哇 大家都买好多东西啊 终于找着了 知道了 你不是这儿找吗 对不对 要扫码 扫码 先给你扫码对吧 嗯 好了可以了 嗯 结瓶了 我没结瓶怎么办 啊 那你重来一下 找他重来一下 我再排到前面等你 运了一个黄线 那一天好了 千米两米 嗯 好失望的机器 这很努力道 谈了大概20分钟左右 我们终于到门口了 感觉里面人好多 今天也不要想抢掉什么东西了 我们能抢到吗 跟起来 没有 你就好呀 那你也能说不定 我肯定有 我只要吃冰激凌 那肯定 我只要吃养了多 哇 养了这儿我不知道有没有 所以今天是物业会帮我们送回去的吗 送来 送来 哇 已经无车了 物业的 物业的车 哇塞 哇 物业好好哦 还给我们送东西 对啊 走 出去走 来了来了 谢谢包子 哇 哇塞 哇 好多东西 我们邻居姐姐 现在好幸福 哇 真的有 哈哈哈 我来找一下我的冰激凌 还有榴莲 这个炒的冬瓜好久不见 冬瓜你好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找到了 哈哈哈 哎 三次二杯 这里还有三次二杯 雪糕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上海特别经典的一款 叫以斯宝宾 这米都这么炸了我的流 现在好像真的在超市里就比较少看到 你们呢 你们会比较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呢 我已经排了二三十分钟了吧 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排到 我感觉从这个超市里面出来的就和我那个邻居姐姐最轻松了 我们两个真的就买了一点点东西 但是期待的都是大包小包 今天还有一点非常深的感触就是 上海好热啊 我被封起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穿了羽绒服 现在都已经可以穿短袖了 太热了 好了 各位 以上就是我今天第一次出小区的全过程了 真的是要比我想象中热闹一点 路上还是有蛮多人的 老实说我现在看到我们上海变成这个样子 我现在心里面还是挺心酸的 想想之前那些车水马龙的场面 而且现在真的也没有想到能吃到这样一根雪糕 能够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 这些以前我从来都不会在意的小事 现在是这么的值得快乐 值得开心 哎呀 气得 马路上现在就是到处可以看到剪头发带人 爱因斯坦还有五分钟左右就到我们小区门口了 我家狗层 我家狗层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 我家狗层 我家狗层